- 滾開 好拍片 什麼意思 我在為公司復出欸 你為公司復出什麼 你在站著位置 不知道 我會誘導主意太新的調 讓他可以輸出更快啊 我在幫公司復出 你每次都這樣 你都抹滅一個工業男子的奴隸 然後你都看不到 然後每次都說我在混 你會煮電腦 我會煮電腦啊 他真的會 這也就是他煮的 所以我問你 我到底是什麼戲呢 你 機械系 對啊 機械系等於理工男 理工男等於工具人 工具人等於 會煮電腦 所以我會煮電腦 所以工具人就會煮電腦 對啊 那你身為工具人 你會煮電腦嗎 工具人跟不是工具人 最大的差別就是有妹跟沒有妹 喔 所以你有沒有煮過電腦 我沒煮過電腦 但我煮過生產線 我現在問的是你有沒有煮過電腦 其實我從來不煮電腦的 因為我都直接買最好的 資本主義的高牆啊 像我這種市井小民 是絕對不可能有這種瀟灑的 你是否夢想過 要用便宜的價錢 買到效能超高的電腦呢 歡迎收看超認真的少年 這學卡 你知道我這其實是有個經濟學概念 什麼樣的經濟學概念 你知道東西 它是會需要攤體的 就像iPhone每次出來的時候 我就會買最新的 當新的出來的時候 我就會把上一代賣掉 第一個花的錢 跟上一代賣掉的錢 扣出來剩下的中間那個錢 就是你今年的使用費 你上一台手機是什麼 11啊 iPhone 11現在賣多少錢 不到6000吧 那你買的時候多少錢 一樣2萬多塊 你看 你知道這世界上有兩個東西 一種就是 你在剛出來的時候超貴 但它瞬間扁時扁超快 這樣是什麼 所有3期產品 有一些是經典的東西 它越放越值錢 比如說911 那你的賓師會貶值嗎 賓師是肯定會貶值的 但是它就會有兩個差別 一種就是你要放他媽給他放個50年 50年之後他就會增值 但是你們要同時能夠接受 這50年當中 他要花你多少錢 評校啊 你知道他懂嗎 嗯 評校就是你要算 有的時候其實不一定要擁有 重點就是你要有使用權 在這個當中的使用權 其實每天我們都在花錢 所以我實在是想不懂 為什麼要主電腦 因為主電腦是 一種浪漫 沒有才不是 主電腦是因為你可以用 你的預算去選擇 你到底想要怎樣的效能 它有一個比較大的選擇帶 像你買蘋果電腦不就是 分幾GB的版本嗎 這樣選擇性就太少了 我對於它的 處理速度效能什麼的 就是一點選擇性都沒有 所以這是什麼 這個是記憶體 你可以插多少 一根到32 它可以插到四根 所以我可以插到128 蘋果絕對 沒辦法插到128GB的RAM 沒有啊 我不一定要插128GB啊 我就是讓它事情能夠做完就好了 總之 重點是你有這個選擇嘛 我可以選擇 我要開128GB 所以主電腦就是 它給你這個選擇 對 你不一定要這麼做 是 可是 你有選擇 那我講求的就是 我要這個選擇 那我電腦裡面我還可以選什麼 你可以選 基本上每個配件都可以選 CPU GPU 電工 然後還有尼奧的散熱方式 風扇是不是 對啊 我們今天為誘導 準備的就是一個水冷的 那我可以裡面裝個300W的風扇嗎 300W會不會有太多 超涼 整個公司超涼 就是用電腦吹風扇 你可以用300W 可是 旁邊的那個人就沒人 會吵吵的 重點是 你要幹嘛用嗎 電腦不是就是拿來做事情的嗎 那你身為一個工業人 你要電腦要幹嘛 你知道電腦在工業裡面 是扮演一個非常重大的角色 先有工業才有電腦 但是現在沒有電腦 成不了現代工業 怎麼說 你不覺得我剛剛那句話講得很漂亮嗎 私情話義 像你們現代的小朋友 為什麼要組電腦 為了 玩遊戲 看 還有 做報告 做報告不就我的嗎 拋破人啊 還有什麼 身為 機械 碩士 力學博士 我們會用電腦做那個模擬 還有畫圖 力學模擬 對啊 炫燃 炫燃 畫3D圖 做一些小剪輯吧 我買蘋果電腦也可以啊 可是你想嘛 那你蘋果電腦過了3年之後 你是不是 我就買新的啊 資本主義的高牆 但是你這種舊的電腦 你賣的時候 沒有 所以重點是你電腦 你一個電腦你組完之後 通常就不會賣 你會換零件 我第一台電腦是高中組的 我像最近我就想要換一個零件 換什麼 就換CPU啊 CPU 你知道CPU是幹嘛的嗎 我當然知道CPU是幹嘛的啊 你說給大家聽聽CPU是幹嘛的 CPU是 Central Processing Unit的簡稱 那你知道ICQ嗎 ICQ是啥人 你不知道ICQ 不知道 你有沒有MSN嗎 MSN我知道 ICQ就是MSN的前身啊 所以也是通訊軟體 你們該不會沒有經歷過 雅虎奇摩家族的年代吧 他也真的沒有 這個我有 我們公司已經開始出現 上個世代了是不是 我感受到這個世代的鴻溝 你知道我是老靈魂 就是我現在活在這個世代 但是我很喜歡去找以前的那個 ICQ DOS 486 286 386 那你知道X86嗎 X86 X86是CPU的一個架構 但我就在講架構之前 你是不是應該跟大家講一講 什麼叫CPU CPU就是在處理你的電腦訊息 就是在處理那些0跟1的指令 然後去分派給各個你的其他的部件 然後去指派工作給他們 然後讓他完成你這個 整個你想要做的事情 你想要做什麼事 那你小時候去打過網咖嗎 打過網咖 給網咖電腦很爛 他都跑得很慢 那跑得慢的原因是誰 就是CPU跟GPU兩個沒有對在一起 那GPU是誰 GPU是這個東西啊 這個大個兒 這大個兒是吧 這大個兒 這可大了 這身為GPU可大了 這大個兒的GPU是在幹啥的 在幹啥的 圖形出出的 因為你知道CPU其實也可以包含GPU的功能 只是因為要有更強大的圖形運算效能 所以我們把它這個功能分出來給一個零件 就是如果我今天開個檔案 然後它就當了 不管它GPU是CPU還是什麼 ICQ 它就是個爛電腦 所以你從來就沒有了解過裡面的構造 到底是什麼 你說電腦的構造 對啊 就是各項領介的功能到底是什麼 電腦它就像是一間公司 CPU就是裡面的CEO 是 資訊來了 我要分配什麼工作給誰 資訊來了 我要叫誰去做什麼事情的主要負責人 沒錯 記憶體 就是員工數量 我員工越多 同時間處理的事情越多 那GPU幹嘛的咧 GPU就是你CPU如果太忙了 你要分一個另外一個副理 除非幹部 就是早晚有一天可能會生CEO 但是本身不是這個命 所以他永遠當不了CEO 那就是GPU 所以如果一台電腦換了CPU 就像是一間公司換了CEO一樣 你有經歷過DOS的年代嗎 沒有啊 DOS DOS是什麼 DOS就是你要叫一個檔案 你知道現在 現在我們打開電腦的時候 不是說有視窗嗎 然後有視窗 你不是就從D槽裡面 點開你喜歡的影片嗎 你就這個順序 它其實以前在DOS的時候 你要先按一個D 然後點兩點 然後你要叫出哪個資料夾 以前是沒有像那個視覺上 你可以這樣子按 因為滑鼠沒有這樣子 以前DOS就全部都是 打那個英文單字這樣子 然後把它吸Ctrl 聽起來很原始 但是在那個年代的時候就有CPU 從現在大家所接觸到的CPU 應該就是有這個音樂 然後另外一個 可能大家比較知道的就是AMD 那你知道AMD其實 在我高中那個時候 其實我們對它印象沒有到很好 因為你玩電腦嘛 就是你很操你的設備啊 因為玩電腦其實是很好笑的很多 我們最怕的就是什麼 電腦當機跟太熱 你講的是個人電腦 對啊 個人電腦 那你知道我們剛剛在從 講那個DOS啊 到大家所看到那個Windows啊 打開電腦 然後一個窗戶 然後你可以按XX 你可以按縮小 你可以中間縮放 然後可以按D槽 把資料夾拉出來這樣子 你說那個 User Interface Yeah OK 沒有沒想過 蘋果 是蘋果嗎 蘋果 但是說Windows才把它發揚光大 哦 但是你說的那個都是叫做 個人電腦 對啊 但是AMD它以前在30年前 它在工業是自拔的 為什麼 CPU 就是你們可能在以前的時候 個人電腦的AMD 它其實就是沒有這麼樣的普及 跟大家也不喜歡 對啊 但是它在 你知道工業的電腦 在工業的處理程序上 它最重要是什麼 什麼 穩定 穩定 知識化的動作啊 你們不是還常講說 你電腦要怎麼抄它 你抄它電腦都抄壞了嗎 對啊 但是它的那個屬性跟你挑選手 是不太一樣的 你是不是不會裝 沒有 我發現我出去裝錯了 我應該要先裝 另外一個東西 你繼續啊 就所有東西都有CPU 你的機器裡面有CPU 你的CNC裡面有CPU 你的AMG也有CPU 我的AMG有CPU 我的手機裡面也有CPU 就是每一個CPU 其實它處理的事情都不太一樣 但是現在的人都以為CPU就是 電腦的CPU 只要你是一個機器 你是一個machine 你裡面就會有一個CEO在裡面 那個CEO決定了 你要怎麼樣處理事情 像這間公司裡面 我就是那個CPU 那我是什麼 你應該就是現在在鎖的那個東西 是螺絲喔 對 那你知道電腦裡面的風扇是代表什麼嗎 代表什麼 康樂鼓掌 散熱 就讓大家可以 可以countdown一下 所以其實 雖然你們這些平民老百姓 都不太知道AMG 但是AMG它在二三十年前 它的世界工業上的CPU處理器 基本上佔據了大部分的 對 不瞞你說 等一下 我還沒說完 而且你知道現在AMG裡面的頭頭是誰嗎 是誰 台灣人 蘇之鋒 蘇媽媽 麻省理工畢業 MIT的喔 你知道現在麻省理工 滑桃的台灣理性做出來的AMG 有多厲害嗎 不瞞你說 其實我幫公司組了兩台電腦 都是AMG 那你以前不是不喜歡AMG 你為什麼現在要裝AMG 因為它那時候不是我剛說的那些問題 就是散熱然後當機那些的 然後現在解決了 那解決了它就是一個 很好的產品 你都還沒裝好 你們都要解決了 沒有 因為這個螺絲很難裝 是不是要我幫你做螺絲 好 這裡有一顆 喔 幹掉了 埃頭把螺絲丟進去了 這個拿出來了吧 對 拿出來 埃頭我再幫你裝一次 可以啦 我真的可以 恭喜 它以前不是會散熱問題嗎 然後會當機 那重點是因為它近期 研發了一個新的架構叫做ZEN 那其實應該有在玩電腦都知道 Ryzen這個系列 用這個新的ZEN架構出來之後的產品 ZEN是AMD跨時代的一個發明 那它主要改變的事情是 這個CPU處理它的資訊的邏輯 所以它的效率跟它的耗能都會減少很多 那這個是AMD在近幾年可以 發展的如此之好的原因 AMD在解決這些問題之後 因為它其實它的效能 相比另外那一家 就是有音樂那一家 其實是差不多的 其實AMD就跟你一樣 就是很喜歡開很多小公司 然後一次多工處理這樣 那這也是它的優勢啦 再對於 呃 要吊幾次啦 我跟你講一個CPU的故事 你知道我以前啊 就是都做那種打雜工的工作 就一天五六百塊 然後去當那個人家學徒還沒有錢 然後突然有一天啊 我提不到要怎麼樣成為 厲害的工人 怎麼成為厲害的工人 畫圖 我開始畫圖了 就是我開始去學畫圖 然後會拆圖 然後會算結構 會算力學的時候 我發現 我看 我可以選擇的東西多了 然後從我會變成畫圖的工人之後呢 就開始懂得拆圖了嘛 拆圖了之後呢 我就變成是一個會開發的工人 那會開發的工人之後呢 就繼續Evolution 然後就變成是開公司 變成是會算錢的工人 然後我很之後才發現 原來真正讓我整個大步 去想像處理事情的方法 其實就是變成管理 然後因為管理這件事情 它同時又處理到 怎麼樣管理錢啊 怎麼樣管理人啊 你有想過你 畢業都要幹嘛 沒有 可能去台積電混一下 台積電 對啊 你為什麼可以去台積電 因為我上過他們半導體製程的課 所以你知道摩爾定律嗎 我知道 什麼是摩爾定律 摩爾定律就是 你用一美金能買到的電腦效能 在每18個月會翻倍 意思就是說 半導體的製程的成本 會不斷的減少 然後你效能會不斷的增加 然後摩爾定律其實就是一條線這樣 嗯 那就等於說我們的科技發展 會依據這個線去走 是不是這樣 那你知道什麼會出現奇異點嗎 奇異點就是當我們 脫離摩爾定律 然後整個人類大爆發 然後直接變超屌 你知道嗎 老高說的 我的認知的奇異點 就是當人類可以時空旅行的時候 就是下一個奇異點 真的嗎 對 你知道想得到跟看得到跟做得到 是相見完全不一樣的事嗎 我知道 現在還在夢想街頭 所以你知道AMD的特色是什麼嗎 我知道AMG的特色是什麼 不要再提你的賓士 就是一樣的車 然後它的馬力跟扭力可以更大 AMD的特色就是 它的CPU全系列都可以超頻 那你知道超頻是什麼意思嗎 超越頻率 超頻的意思就是 我剛說CPU是負責處理訊息的一個零件 那超頻的話就等於說 你給這CPU喝了一點RedBall 你給了它一堆翅膀 我也想要煮電腦 那你給了它一堆翅膀之後它就可以幹嘛 它就可以做事做得更快 那AMD整個系列都可以做到 喔 你說開氮氣是不是 對對對 有點像那個Fast & Furious 7 那個Power Walker開氮氣下去 然後就 然後開酒會炸嗎 對 所以不能開酒 所以超頻就是一個短暫 增加你效能的一個方法 好啦 最後一個讓你鎖啦 反正身為資本主義的高強 你最後收割一下我的功勞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你鎖電腦不是報公司的帳嗎 嗯 對 可是我還是在為公司復出啊 是 是說 復出的意思是 我給你薪水 然後裝電腦讓你們打電動 然後你說我是資本主義的高強 不是啊 我又沒有 我還沒打電動 你怎麼知道我要打電動 所以我們電腦裝完了 裝完了 工具人應該要練壯一點 所以我們現在插電 欸 你看放下 我看到一個電線掉下來 啊 完了 完了 我想要電線忘記插了 這個啊 兩個8P 不要講那麼多啦 插上去就對了 你看 還資本主義的高強 所以我們現在電源插上去 裡面的燈就亮了 然後整個CPU就炸開了 然後就超頻了 然後就可以處理完公司全部的事了 應該理論上是這樣子說 最後 點燈一次啊 點燈一次怎樣 資本主義不是都這樣嗎 就是我們老百姓辛苦做完一件事情 然後 長官過來點個燈剪裁 然後就你的啊 那你幹嘛 講電源真的厲害 搞你 Take 2 你知道資本主義的社會是怎樣嗎 當老闆來 然後我就白了 沒有開的時候 我就結束了 3 2 然後這個時候 就所有的人 長官會在最上面 你說那個手都要先放好是不是 對對對 然後其他人不能超過長官 要全部扶在長官的手上 反正這個社會就是這樣子 就是大家好像假裝是團結一致的 但其實我只在意我自己 好 所以我可以倒數 好 可以 4 3 2 1 點燈 旁邊的那個就要開始繼續講啊 我們感謝徐總 今天逆領我們這個 AMD的開幕儀式 點燈活動 那今天這個順利的開幕 我們非常感謝徐總的參與 感謝徐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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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MAN成功 全新製程5奈尼工藝 台積電製造 CPU核心10脈突破 5GHz 高達80MB 大容量快取 增加遊戲速度 支援PCIe 5.0 傳輸速度大增 我開始覺得你有點羅擺機的感覺 很多人這樣講 真的嗎 新一代儲存裝置 兩組PCIe 5.0×4 兩組PCIe 4.0×4 M.2插槽 還有最新技術啦 PCIe及M.2 Easy Lash快速拆裝設計 要擴充時快速又輕鬆